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妹妹 哥哥带你去旅行好不好 好啊 好玩吗 好玩 好玩 好好好 走 哥哥 我想吃糖 吃糖啊 嗯 好 哥哥带你买糖去 乖一点 好 哎 表弟 哎 表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回来有一个多月了 那就无助 来 喝点水 不麻烦了 表弟 妹妹 别闹 表哥 小丽的病还没好啊 哎 真是为难你这耽搁的了 哎 没办法 表弟 你也知道 我父母早都早 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 我不管她 谁管她 表弟 其实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想求你 有什么事就直说 我呢 也不是外人 这样吧 咱们去乌书 不用了 表弟 咱们这篇书吧 嗯 那也行 妹妹 你自己在这玩 哥哥跟表弟有点事情 你自己乖啊 嗯 好 有什么事不能当着小丽的面书啊 我妹妹啊 说傻 也不是那种特别傻 你看 我在家的时候 她总是黏着我 但是我也不能总是待在家里面 这样下去的话 家里也没有收入 我妹妹还等着前置病呢 所以 我想出去打工 想把她托付给你帮忙照顾 你看行吗 这样 我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 这 倒是可以 就是 你妹妹这个病吧 挺重的 照顾她呢 也行 就是 你每个月呢 必须把那800块钱按时打过来 那我这呢 也只是多张筷子 你放钱出去吧 那太好了 你放心 我每个月一定按时给你打800块钱 那我妹妹就拜托你了 这里有800块钱 你先拿着 每个月我再打钱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妹妹的 那这个钱我就不客气了 你收着吧 谢谢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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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买糖 以后我来照顾你 不 我只要哥哥 听话 跟我走 不 我不要 我只要哥哥 妹妹 听话 跟表弟去买糖吃 真的有糖吃吗 有的 我带你去买 我没必须 我可以骗您的 你可不能骗我 不会的 走吧 去吧 哥哥等你 老公 最近公司怎么样了 挺好的 最近我爸老是表扬你 说你工作能量特别强 都准备把公司交给你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干 不给咱爸丢脸的 对了 你一个人来到这个城市打拼 也挺不容易的 你都好几年没回家了 要不这样吧 等哪天你不忙了 我跟你一起回老家 咱们回去记记住 顺便 我也想回去看看你们老家 是什么样子 不用了吧 我家里没什么亲戚 也没什么地 还回去干什么 可是你都好多年 公司一个客户 我出去接一下 不对啊 怎么感觉小静怪怪的 喂 表弟 表哥 你都出去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没回来啊 你妹妹一直吵架好你呢 哥哥哥 别吵架气 我要我哥哥 哥哥 我想你啊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你爸回来看我呀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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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丫头又跑哪去了 小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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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死丫头又跑哪去了 喂 表弟啊 表哥 你赶紧回来一下 你妹妹又找不到了 哇 什么 找不到了 我马上没想回来 老婆 老婆 我今天临时要出差 事情紧急 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我就先走了 小灵 这几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这事有点蹊跷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快点 屁股 快点 有点 还好 开始 实施 你 好 可以 好 我有点 您 object 对 好 瑞丽 瑞丽 怎麼沒冷啊 去哪了 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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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小莉 你是不是又想哥哥了 我哥哥不要我了 不会的 我刚刚已经给你哥哥打电话了 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我想哥哥了 我想哥哥了 我想要哥哥回来 我想让他给我买糖吃 小莉 走 哥哥带你回家 回家等哥哥去 小莉 表弟 小莉 小莉 你终于回来了 我可想你了 你可算回来了 你妹妹这个病越来越重了 一直念叨 哥哥哥 哥哥 你怎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呢 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害怕 哥哥 我想爸爸 想妈妈 你不要离开我 妹妹不哭 妹妹乖 妹妹不哭 乖 哥哥已经回来了 不哭了啊 小莉 老婆 你怎么过来了 小莉啊 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妹妹啊 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如果今天不是我跟着你 这一切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 她是我妹妹 既然你看到了 那我就告诉你 妹妹小时候发高烧 把脑子烧坏了 脑子有点不正常 有点少 后来我出去打工 遇见了你 我怕你父母会嫌弃我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告诉你 小莉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那样的人吗 我看上的是你的人品 是你为人正直 聪明善良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还有一个妹妹 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回来看过她 要不这样吧 我们把你妹妹接回去 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请最好的医生 别让她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你说什么呢 她是你妹妹 也是我的妹妹 我是她的嫂子 也有责任照顾她的 走我们回家 哥哥 你跟嫂子先走吧 哥哥马上就来 这么多年 你帮我照顾妹妹 辛苦了 没事 你们也团聚了 我呢也放心了 哎 哥弟你真是个好人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送我报答你的 这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我走了 表哥 表哥 哎表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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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